华为民州的选民将于周二8月16日前往投票站 因为全美都在关注 利兹切尼和特朗普支持的挑战者 哈利特·哈格曼之间的竞选 切尼是在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中 投票弹劾特朗普的10名众议院共和党人之一 当地时间早上7点 人们开始进入提顿县图书馆 他们中的一些人提前到达以便改变他们的党派 以便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切尼 通常投票给民主党的选民麦迪逊就是其中之一 他说我非常钦佩他在1月6日委员会前站出来的方式 以及他在那里所说的话 我相信他可能是我们在华安民州继续真正民主的希望 切尼的支持者认为 如果有足够多的民主党人和独立人士跨界投票给他 他仍然有机会 这在该州的初选系统中是允许的 共和党选民朱莉不同意这种策略 你知道我不喜欢怀俄民州的一件事是 民主党人会进入初选 改变他们的政党 这样他们就可以投票给利兹或任何人 他们上次在州长选举期间做过 然后他们再回去投票给民主党人 我只是认为这是不诚实的 我认为这很可疑 查理是民主党人他也不同意 他认为这种做法正在伤害那些参加地方选举的人 我认为两年前人们甚至不会想到利兹切尼 这有点可悲 因为这个小镇的民主党在地方选举中失去了很多选民 因为他们试图追逐利兹切尼的选票 怀俄民州卡斯帕辛论坛报 于7月7日至11日 对可能的初选选民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切尼以30%对52%落后于哈格曼 怀俄民大学上周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哈格曼领先29个百分点 当年纠编达同土的宽调 权一开始 是养加重参加和低点 再谈起来 这一部分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